大家好,今天我看到猪蜜和猪蜜新鲜的很漂亮 很新鲜 接着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老水的猪蜜和猪蜜 很新鲜 先去一些毛毛 这是我自己浸的梅酒,已经浸了几年 但我平时就不喝酒,有时候烹饪就放少少 这个梅酒放少少,在水里滚了 我们将猪蜜 哇,看多漂亮,很新鲜 猪蜜 因为猪蜜,我拿盐,散得很干净 捞上来之后,猪蜜就去到那层白色的腻胎 我们这个锅里就自带香草 拿些连皮的姜、蒜、拍扁它 放在这里 拿些头抽 放下来之后 可以拿些咸天椒也行 我们把猪蜜放进去 刚刚采到水了 猪蜜和猪蜜 珠妮 滷水質 放一隻或兩隻紫天椒 拍片 可以放兩三隻 放了兩隻 開始 現在都聞到滷水香味 可以放幾粒 乾糯神花 放了幾粒乾糯神花 因為糯神花 令滷水的味道更加 有些色彩和甜甜 更加美味 增加豐富的味道 現在在鍋度 滷了 18分鐘 就可以了 嘩 好 關火 補氣的香豬卷 拿一條乾淨的毛巾 那些 豬尼和豬尼 就 裹起來 五花大磅 花大磅 好像一粒糖 就攤凍了 變成一個 香豬卷 切開就是這樣 好像牛腱一樣 對不對 變成有脆的香豬卷 我看到蝦很美 我經常買蝦 就蒸熟 蒸5分鐘 蝦熟了 然後就 等它攤凍 就加點梅酒 醉蝦 這個梅酒 我喝了一口很甜 現在 用日本的 花香味的 花香味的 梅子 來浸 現在呢 把梅酒 一碗浸 在蝦裡 放在冰箱一晚 天天很爽 這就是醉蝦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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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